白化佛法 我们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罗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4月7号 星期六农历是2月12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呢 继续说一下我们的白化佛法 简单的跟大家讲讲 人生啊 人生 我们人生呢 就是在无常当中 无常当中 所以呢 我们经常呢 在很多的无常当中呢 在生活的 在慢慢的在 啊 觉悟当中 其实这个世界要懂得 啊 懂得 什么叫啊 什么叫这个 啊 那个觉悟 什么叫无常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啊 啊 都是 这个 无 无常的 那么你 今天呢 要头脑清醒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 是 无常的 你如果头脑不清醒 你就觉得人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当你一个意念生出之后 你认为是真实的 你就会 啊 非常非常的去 执着的去 得到它 当你知道这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 你就不会去 啊 去去把他啊 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啊 把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看 成为重要的事情来看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做一件事情 都要懂得什么叫诸行无常 啊 诸法无我 啊 涅槃基金 实际上呢 这个三法印啊 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是 啊 世界上 最终的道理 最终的道理 所以我们做人呢 都是这样 一切无常啊 因为娑婆世界是五着恶事啊 啊 现在的众生啊 就是脾气啊 根性啊 根气啊 都非常的刚强 你看现在人的脾气有几个好的 啊 能不能啊 让众生的 这个心啊 变得柔顺一点 啊 那么就是靠着什么呢 你过去身中的福德 深和厚 你福德到底深不深 有福德的人 他就会比较深性比较柔和 你去看啊 你看我们做 生意也是靠柔能克刚啊 对不对啊 做人也是柔能克刚啊 啊 所以 世界上很多事情 如果你不能啊 用柔性 来解决 那你慢慢的就会啊 自行胜灭 所以我们经常讲 诸行无常 就是菩萨告诉我们了 在这个世界上了 哎呀 所有的一切了 行是什么 行运呀 就是五运呀 对不对啊 五运都无常的呀 那种苦报啊 就是 所以 诸法无我 就是 说我们 所有的一切 实际上 你讲到底 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我 都不是属于你的 也不是真正属于你的 所以 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夜报所致 你的见闻觉知 这本身就是一种生灭法 因为有生就有灭 所以很多 跟大家讲的就是要 大家要懂得 这个 诸法无我 所有的 一切人间的一切 诸法 都是没有自我的 就像我们说 生出来的之前 你是谁 死后你又是谁 你又到哪里去 所以真的我们 真的应该 测误这个世界的真谛了 当你明白了之后 你就 完全 确认了 这个一切世界上的 都是虚妄不实的 只不过是 不能停止的 无量的 生死不息啊 哎呀 生了 死了 死了 生了 母运了 借空了 所以佛法讲的 都是连贯的了 无运嘛 借空的 这个生生死死 轮回的 没有解脱的 人不能解脱了 因为当一个人 走的时候 他就想到 我是个人 所以他下辈子 还得投人 那么很多动物 他死的时候 说我是动物 我是一个 狗啊 羊啊 猪啊 那么他下辈子 还是头猪啊 狗啊 羊啊 你只有在你心中 要有这个觉知 啊 觉知 完全在 啊 在 啊 我们说在身中啊 在这个人生当中啊 能够 住于涅槃当中 就是完全明白 什么是 真正的 灭度 真正的把 这个 啊 自己 啊 放在一个干净的 啊 涅槃当中 就是完全 测误当中 啊 那么你就 实际上就是 啊 你就知道自己 能不能 干净的 啊 能够把人间的一切 烦恼 全部灭度 而往生极乐 啊 那么涅槃 啊 涅槃 那么很多人说 涅槃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断灭呢 啊 实际上涅槃呢 它 还是 并非完全 断灭论 啊 所以要寂静 啊 寂静是 是什么呢 寂静就是 完全就是 已经到了 一个 啊 啊 超 啊 超过人的智慧 超自然的东西 所以涅槃寂静呢 实际上就是 讲的我们 啊 经常讲的一个 啊 完全 超脱 自我意识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守者像 是在这种境界当中 你才明白 实际上 涅槃寂静呢 就是你已经在你的心中啊 灭出一切 生和死的痛苦 啊 已经无为而安了 啊 啊 涅槃 所以 是寂静的 因为他无为了 已经 什么都 觉得自己没有做 啊 他已经是 平安的一种相声了 啊 啊 我经常跟你们讲 诸法无我 实际上就是 啊 无有我的自己的尸体 所以很多人说 你在说谁啊 你骂人 他不会难过 因为 他说你在骂谁啊 啊 所以为什么说三法印呢 啊 三法印实际上 它就是 啊 灭除 一切生死的痛苦 啊 符合这个三个原则 你就是 佛的正法 啊 就是印证了 佛的正法 而叫法印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修心 你最终要理解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那么你就是正法 因为你知道 这世界一切都是 无常的 一切都是无我的 无我们就是 四五啊 无相啊 无我相 无人相 对不对 无常 就是真谛嘛 涅槃寂静呢 就是测误 了误 觉悟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三法印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